2023 台湾设计展在新北市美术馆隆重开幕 以新北圈起来为主题 将鹰哥场馆、捷运环状线 还有特色旅游路线、美学郎带与城市改造点 规划成了五大展区 把整个新北打造成一个大展场 2023 台湾设计展一起 设计展 在经济部长王美花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等人的共同主持下 台湾设计展在新北市美术馆隆重开幕 这一届的设计展是以新北圈起来为主题 透过全市的山河、族群、产业、艺术、生活、城市治理 到社会设计等议题 展现族群共族的设计精神 新北的团队 加上我们台湾最优秀的策展团队 设计人一起来救这个城市的历史 文化、故事 还有脉络等等 从这里面来发掘 怎么样去再造这个城市的美学 那也希望 藉由这样的展 我们让更棒的策展团队 更棒的设计人 让国人更看得到 让他们有发挥的更多的地方 展览共有五大展区 主展区是位于英哥 包含新北市美术馆在内的五座场馆 展出十四档主题展 卫星展区则是串联捷运环状线 品味漫游搜罗129条特色路线游程 设计响应连贯五条美学狼带 城市再造则汇集11种城市改造点 把新北打造成一个大展场 我们为了这个设计展 前面我们三年前 就把三英文创整合计划 在这里开始落实 我们好几项的工程软硬兼施 就为了今天 未来开始明天一直到22号做准备 要让全台湾的民众 跨到不一样的新北 我们的基层力量 我们的在地力量有多强大 在市政府团队 接受我们经济部的指导下 在所有的设计人发挥的创意 让这个城市一定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美 2023台湾设计展将展出到10月22号 民众可上台湾设计展 官方网站查询展览资讯 到新北感受城市生活美学 明天翻译点击